本分局博外事务法务所援警 于日前巡逻时 在左营区隆总荣耀街口 发现自小客有违规情势 善前盘查 查获 曾姓男子 涉嫌公共危险酒喝驾车 依规定遗受法办 左营分局表示 国内疫情趋缓 岁末年中民众聚餐饮酒频率增高 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驾 并针对易造势地点 路段时段加强执行 设置路检点蓝查 更搭配机动巡逻警网蓝查 以杜绝酒驾 判民众不要存侥幸心态 以身试法 导致热疾生悲